有一次也是这样一个秋天 人民广场那条路上 所有的银杏叶子全部都黄了 一边聊一边就说起 我们都特别喜欢王菲的歌 唱着歌过去唱着歌回来 然后好像就距离特别近了 海燕给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很酷的一个女生 她对我就是厌然一笑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亲切 可能就是很合演员吧 因为我们厌倦了朝九晚五的这样的生活 一直就考虑是不是两个人出来开个小店什么的 觉得那样特别自由 我们把仅有的一些积蓄拿出来 而且辞了职 别人都觉得太疯狂了 在那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投入 一家店两个人就是这样开始的 应该说所有的人都不看好 我跟海燕我们说 只要我们什么事情一直都能保持 像现在这样的坦诚和沟通 什么事情我们都是可以去商量的 都是可以去化解的 而且这么多年我们的默契又更加的加深了 就是很多事情可能我不需要问她 我就知道她会怎么看怎么想 无意识的这种 就是当对方放弃的时候 你会自然地提起精神 告诉她 大家可以怎么样继续往前走 就是在这样子的各种小挫折和磨难中 去学习和成长吧 两个人一起追逐梦想 一定是中间可以相互搀扶的 我们已经超越了普通的闺蜜 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同伴 沙娃对我来讲可以等同于家人了 非常亲密 但是又不需要天天腻在一起 蝴蝶的话它本身就是有万千姿态 代表着很多女孩子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蜕变的过程 从女孩到有魅力的女人 对自由对美好的一种向往